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这个锐布式的评测视频在咱们主页 受到大家非常热烈的欢迎 播放量是非常高的 因为这个充电器详细的测试数据 我全部都测试出来了 还没有看这个测试视频的 在我主页可以去看一下 锐布式的这个充电器的详细评测 我们这一期视频 把这个充电头全部拆解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部 电路及用料的情况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咱们这个频道离不开各位老铁门的支持 咱们话不多说先拆解 我们先用这个敲棒 敲这个缝隙试一下 看能不能直接把它敲开 没办法敲开 我们用切割机把它切掉 我以为是紫色的塑料 切下来哇啥满手都是黑的 切的差不多了 我们敲棒把它敲开 敲开盖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折叠插角设计的是不是有点简陋啊 这个壳体的做工倒是蛮厚的 内部的散热胶好像还没干 都是软的 直接把板子拔出来 这好像不是散热硅胶啊 这粘糊糊的 这一个麦拉片应该是起到隔离作用的 充电器一共有三片PCB构成 这一片是初级部分 这一片是开关电源 这一片是协议控制输出部分 还是这个胶啊不知道是什么胶 就像那些山寨充电机里面 拆出来的那种橡皮泥一样的东西 这个直流输出部分 背面还有一个散热的硅制贴 还是老规矩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 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 电路几元机械的情况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自深圳梁胜电子 属于梁胜241系列康浪永行慢熔断 贴片保险丝 这家公司成立于1997年 专注于电子保护类元器件的研发与和生产 这颗保险丝的作用是提供过流保护 防止电路损坏 一颗小型扰线式供膜电杆 专门用来抑制供膜干扰 减少电路中的噪声 大家看一下这个供膜电杆跟这个贴片的保险丝 大不了多少 这玩意儿用的太迷你了啊 用于抑制电子干扰的安规X2电容 深圳天态电器生产 这家公司1991年成立 主要业务专注于薄膜电容 官网没有这颗电容的资料下载 热敏电阻 不知名 适应型号3D-9 用于抑制上电时的浪涌电流 贴片整流桥 适应型号 RMSB610 厂家未知 负责将交流电整成脉斗直流电 三颗高压 绿波电解电容 规格是27微法 耐压400伏 东莞市新一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 2010年成立 民营电容生产企业 官网没有资料下载 主要作用是 滤屏 卖动直流 至于滤波效果 我估计不怎么好啊 一颗公字插模电感 用来抑制插模干扰 进一步提升电源的稳定性 接下来是QR电路 这是充电器的核心部分 负责把高压直流转换成低压直流电 QR电路主控芯片的供电电容 容量是4.7微法 耐压100伏 也是东莞新一节的产品 为主控芯片提供电力来源 这个充电器的开关电源主控芯片 4E型号2697A 深圳茂瑞新科技出品 公司成立于2017年 专注于模拟混合集成电路 这是一款多模式高频QR反击控制器 支持10V到88V的输入电压 工作频率高达200千赫兹 采用自适应DCMQR模式 支持高频小体级的PD快充电源设计 旁边这里一颗淡化加开关管 4E型号65H160DNCI 江苏能华半导体出品 2010年成立 公司专注于 淡化加功率器件的研发 这款淡化加开关管 耐压650伏 导组160毫欧 陆极电流12.4A 由2697A负责驱动 这款开关管工作 这部分电路是充电器的RCD尖锋吸收电路 用来吸收开关过程中的尖锋电压 保护其他元器件不受损害 这个是充电器的高频变压器 它有4个初级绕绕组 次级绕绕组是两个 负责把高压转换成合适的低压输出 SR次级同步整流电路 这个电路主要目的是提高电源的转换效率 这一颗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 适应型号是91808 也是由深圳贸锐性科技出品 芯片支持CCM、DCM和QR工作模式 拥有自主知识产源的自供电技术 为VCC供电而无需辅助绕组供电 旁边一颗同步整流NMOS 型号是EA060SAK微半导体出品 2015年公司成立 专注功率半导体器件研发生产 这颗NMOS适应无法确定是什么型号 官方适应的命名规则不清楚 更加是无法具体查到它的详细的参数 一颗次级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福建云新电子出品 容量是820V法 耐压25V 公司2017年成立 主营固态电容和电解电容 这个充电器65W输出 这一颗电容想要把文波压制住 估计是有点难了 安全隔离反馈电路 这个电路非常重要 它确保电源的安全性 防止输入和输出之间 发生直接的电气连接 光电偶合器 4E型号OR1009 深圳奥伦德原器件出品 公司成立于1998年 专业从事光电芯片研发的企业 属于奥伦德10XX系列 消费级光电偶合器 一颗贴片陶瓷安规外电容 容量是1000皮法 耐压400V 由四川特瑞祥科技生产 这家公司成立于2004年 专注生产陶瓷安规电容 这颗电容提供安全隔离 同时抑制高频干扰 协议控制输出电路 它负责管理充电协议跟设备通信 提供合适的电压和电流输出 一颗协议芯片 适应SM001 这颗芯片的资料肯定是查不到的 能查到的话 就不叫破解全协议了 还有一颗单片机MSU芯片 上面的适应直接给磨掉了 也是无法知道资料的 EC1A双口输出 各有一颗MOS 一颗4E型号YC60N03 深圳幽金威电子出品 2018年公司成立 专注功率半导体基建 这个MOS官网也是查不到资料的 看4E应该是 赖压30V的一颗管子 另外一颗4E型型号30P 30B 长家查了 没有查到 这两颗MOS管负责 A口和C口的输出电压开关 电流采样电阻 R2005和这颗R020 用来检测输出电流 实现A口和C口的电流控制和保护 这一个小板上面 没有设置大容量的滤波措施 整个充电器 全靠这一颗 匀心的固态电容来压制纹波 我估计就是这个原因造成了 25V档位 文波失控 这个充电器PCB的布局 结合充电器的壳底 我看了一下 内部的冗余空间还是有的 在4G这里 增加一颗固态电容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厂家不会这么做 就是为了节约成本 充电器的两个USB连接器 做工还过得去啊 A口的壳底采用的是铁的 C口的壳底应该是不锈钢的 充电头的220V插头为铜质的 内部的黄片为锡持的材料 两个黄片就靠着一个 小小的一个透明的塑料 来把它稳固住 能用多久的话 咱们就不清楚了啊 壳底上面有厂家的编码 主壳底内部同样有编码 还有厂家的名称 这款瑞布式全协议充电器 咱们已经完成了详细的测试和拆解 从整体表现来看 最大的问题出在内部 滤波措施不够完善 导致文波控制了超出理想范围 其实它所采用的电源方案 并不算差 用的是茂瑞新的芯片方案 这一套方案 曾经被不少的知名品牌采用过 关键还是要看厂家的调教能力 和电路设计的功底 遗憾的是 这颗充电器 它的电路板做工细节 确实有些拉胯 小厂出身的工艺水准 和大厂相比 还是差了没一点点火候啊 我就不点名说的太详细了 毕竟有些东西你懂的 但这个散热胶的状态 说实话啊 看着跟香皮泥差不多 让人不由的联想到一些 山寨冲电器里面用的 装模作样的那种配种礼 当然了 所有的实测数据 拆解细节 我都一一的给大家展示出来 老铁们看看我出的这个 充电器的两期视频 参考价值是不是港港的 喜欢这类硬核拆解的 别忘了三连支持一下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咱们后面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等着大家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